张继克的事情风向终于变了 景田以后怎么嫁人 怎么还不出来回应 成了不少人关心的话题 问他以后怎么嫁人的朋友 能不能想想 人家只是正经的缠了场恋爱 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都理直气壮的 更何况人家大明星 还有钱有盐的 不去讨论那些犯罪的人 却要去讨论一个受害者 不管在哪 被提及最多的名字 居然都是景田 相反 那个拿着视频 要歇景田的S先生 搞得好像犯罪者要隐形了一样 时至今日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S先生是谁 和张继克究竟是怎么达成交易的 景田他一直都是美丽的人间富贵花 经过这件事后 很多人更喜欢他了 他面对威胁 没有妥协 他交回了女性 遇到类似的问题 要勇敢的妙领 我们可以大声说 错的不是你 你应该完蛋的 是当初把你的私密照 交给债主做抵押的人 是拿着私密照 张口就要一千万 明目专胆 敲诈勒索的人 而且 景田还需要靠嫁人 来实现自己价值的吗 人在西点 已经是很多人 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了 网络上的很多文章 其实让人看得心里不适 不知道那些同行他 以后怎么嫁人的网友 究竟是什么心里 一边打着女权的帽子 一边从心里认为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 也是让人看笑了 我觉得景田选择报警 把罗索犯抓住了 就是他坚强和智慧的体现 很多人虽然通篇句句 心疼景田 但也句句 让人用世俗的视角 去看待他 也不知道这些人 自己遇到类似的事情 会希望别人问他 以后怎么嫁人吗